日记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文献,因为它既是一个人思想的亲密记录, 也同时让读者窥看一个人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心态状况和生活面貌。 许云桥教授的日记也不例外,它可以让人了解许教授年轻时的思绪, 以及它从中国迁移到东南亚和新加坡的经历。 许云桥教授是著名的南洋研究学者, 他的著作至今仍然备受推崇。 这五本日记是许教授在1930年初抵达南洋, 一直到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亲笔记录, 可说是非常难得的文献资料。 这些日记是新加坡中乡会馆联合总会, 在2014年捐赠的许云桥馆藏的一部分。 第一册的内容是许教授对苏州家乡生活的叙述, 他在1930年离乡背景,来到新加坡以便谋求更好的发展。 后来他到泰国任教六年,并在1939年回到新加坡参与新州十年的编辑工作。 虽然后来的记录变得不定期, 然而许教授在战前和二战初期的记录仍然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 其中一项记录是1941年12月8日关于日军空袭的描述。 打开窗子,只见一堆火爆裂开来, 接着便轰隆一声, 外面张太太在大声叫喊男丫头, 我们的补妇也起身了。 警相连忙抱起孩子往外走, 我便把灯灭了。 再回到窗口,只见探照灯四面放射, 机身轰轰, 轰轰的子弹接窗面而过。 警相抱着孩子回来问我, 怎么办? 我说,等着瞧。 一会儿, 普副来说, 张家全部走了, 我一看时间才四点半, 解除警报也睡不着了。 其实, 许教授是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, 在战争到来前离开新加坡的。 然而, 在战后所写的一篇文章里, 许教授提到他因为不想舍弃自己的长书 和南洋学报的主编工作, 所以还是选择留在新加坡。 在二战时, 许教授把书籍和文件藏在家中的天花板, 这包括他在1940年完成的代表作, 北大年史的第一份手稿。 这些日记对研究1930年, 华侨迁移东南亚的过程, 提供了宝贵的史料。 最重要的是, 这些日记让我们更了解这位著作等生的学者, 在年轻时的思绪和心态, 从而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 他对工作的热忱和执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